记者蔡宗勋嘉宪报道,嘉宇县表演艺术中心工作坊艺术节热闹, 邀请来自韩国、西班牙剧团与台湾团体接力演出, 还有嘉宇难得一见的爱上钢琴系列讲座, 保证荡荡精彩。 嘉宇县文化观光局长徐佑仁指出, 工作坊艺术节是云嘉嘉宇剧场连线的一部分, 这项区域合作计划2015年启动, 由嘉宇县市、云林县及台南市新营区开始策划举办, 内容包括横跨四县市的夏制艺术节、 青少年戏剧教育和联合行销等工作坊艺术节 27日晚上7点半由韩国的刷子剧团打头阵, 其在舞台上历史画布用刷子作画的演出方式读书一致, 生动的肢体语言及风趣的表情,十分有趣, 很适合亲子观赏, 29日下午2点半由来自西班牙的加速度剧团演出两小无猜偶戏, 30日至8月1日连续三天三小时的偶戏工作坊, 将教大家由生活小物质偶及练习操偶工作坊艺术节包含了各类型活动, 有古典及爵士音乐、舞蹈、戏剧和偶戏, 还特别邀请杨兆老师以钢琴带领大家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 其中戏剧、舞蹈都已厄满。 7月底至10月初由杨兆主讲的爱上钢琴系列的古典音乐六堂讲座, 每堂讲座票价仅仅是在台中歌剧院的一半, 200元,一次购买三堂以上还享有八折优惠, 绝对值回票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上两厅院售票系统购票。